盧秀燕媽媽市長的當然力量很大 所以給綠營很大的壓力 雖然賴清德這邊也喊出 巴西全上 台中更棒 這一次大家說決在中台灣 盧秀燕PK賴清德 感覺起來民進黨這一次 是不是他壓力很大 緊張了 民進黨在台中會掉兩到三席 你直接講了 對 會掉兩到三席 為什麼 第一個因素就是盧秀燕 盧秀燕從一開始就打藍白合作 他也不管你們什麼侯科配不配 他一開始就打藍白合作 在整個國民黨系統裡面 有慰望的人是誰最早去拉著 這個民眾黨的立委 而且代表性的人物 蔡碧如 我們要這樣講 黃三三基本上在民眾黨裡面 學童還是不純 他是清兵黨的 他是要當部分區立委 才是加入民眾黨 他選台北市長 也還不是民眾黨 那蔡碧如呢 血統純正的民眾黨 對不對 一路跟著柯文中 對 他就是那個 A書十三使徒裡面的大使徒 這一點是忽然否認的 所以不管他們內部有什麼紛爭 蔡碧如跟黃三三不好 黃三三欺負蔡碧如 這種故事我聽了很多 但是 這個盧秀燕都沒有欺負他 還一直保護他 對 然後人力物力 各方面能夠供應盡量供應 也沒有把他當作非國民黨的 而且在一些公開場 怕他尷尬還幫他說話 對 一直拉著他 所以 柯文哲的粉絲支持者 看到盧秀燕這樣的表現 會感動 當然盧秀燕也是投桃報李 盧秀燕第一次參選的時候 柯文哲的支持者是支持盧秀燕的 沒有支持林家隆 所以後來 這個盧秀燕當選了之後 就啟用了這個民眾黨 這個柯文哲的大學姐 對 那 這樣的一個整個的局面 他盧秀燕能夠在台中市地區 整合藍白 那整合藍白的話 再加上盧寬恒 因為他這個 對這個 從一開始就對柯文哲很禮喻 反而跟侯友宜有點漢格 因為侯友宜有時候寫臉書 不知道找誰寫的 好像對他們家有點不禮貌 柯文哲去他們家都對他 非常的禮喻 所以你柯文哲本身看在眼裡面 他也感同聲說 很謝謝你幫我忙 那我現在投桃報李 你這個 顏寬恒要選舉 我當然要盡全力回報 柯文哲是平常講 比馬英九更懂得人情義理 這一點必須給他一個肯定 所以在這個台中的選舉 因為整合了藍白 再加上 這個 台中市長盧秀燕打了一張牌 你民進黨執政啊 國會過半數啊 都欺負我台中啊 所以他打台中牌 不管你全國亂的什麼 我打台中牌 就很成功 所以讓賴清德超級緊張的 你看 為什麼趕到台中市去 第一站耶 對啊 台中市去 為什麼 岌岌可危啊 最可能崩塌淪陷的 輸最多的 反而不是新北市耶 新北市民進黨還是很強耶 那反而是台中市 他們已經看到危機了 林靜宜可能落選 那另外還有兩席 兩席可能落選 那兩席我們暫且不用講名字 焦點先放在林靜宜 所以你知道 盧秀燕他不只是 像傳統說我幫你戰彈台 不是啊 他動用人力污力去幫這些 小雞們 照道理這是總統候選人該做的 就是他不是只做表面功夫 沒有沒有 照道理 那個他們兩位跑選舉很重要 照道理立委在選舉 總統候選人是要給小雞糧草的 對啊 是是 那現在國民黨的小雞還 沒有辦法從侯以為 他們拿到糧草 也不曉得他是不是正的 然後這個民眾黨一樣啊 我公開講啊 蔡壁如 因為黃珊珊在掌控民眾黨啊 不給他糧草啊 我公開講沒有關係啦 我負責任 黃珊珊不給蔡壁如糧草 他覺得蔡壁如做大了以後 在民眾黨第二壓過他 趁他外放的時候 好好掌控民眾黨 不過黃珊想太多了啦 這個 根什麼 我們根正苗白 事實上就是誰 就是蔡壁如 黃珊珊是根局 這個苗 我不曉得苗綠是吧 我不曉得怎麼解釋他的立場 那相對的賴清德 他怎麼打傳統牌啊 那能講什麼 他明明就是民進黨的 掌控的立法院 欺負台中市民啊 該給的預算不給啦 該給的捷運預算 還在交通部給你卡住啊 那你要盧宣言是不會講難聽的話啦 但盧宣言就預算講啊 對啊 你們不給我們 所以我們台中就是把 這個藍白立委送進去 看你民進黨給不給錢啊 你還敢擋我預算嗎 還敢擋我計畫嗎 民眾黨不敢啦 那民進黨過不了半數對不對 最重要的目標嘛 那你看盧宣言很謹慎 但是呢不介入藍白總統之爭 嗯是 對所以從頭到尾就已經是把 台中市的藍白結成一塊了 請到國民黨的縣市首長 再次畫面真的要努力啊 對不對 講外國安啊 我來講你啊 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張 對啊我來講你們啊 對 因為北部就有白特選票 你國民黨總主動性凝聚嘛 對不對 這是最重要的任務啦 嗯 所以柏基看來賴清德 也真的是覺得 在台中這一局 給他極大的壓力 所以藍營在台中看好囉 看好度頗高 因為現在的台中喔 就是說上一次 那個民進黨在台中選得太好 或是非藍陣營 上一次在台中 因為上一次還有一起是 激進黨的陳柏惟 那其實我大概盤點一下啦 因為除了蔡其昌跟何欣存 這兩區喔 對綠營來講叫做鐵綠穩定區 即便蔡碧如去選 老實說也選得很辛苦啦 差距會縮小 對因為這個蔡其昌上次贏了 將近6萬票 何欣存贏了將近7萬票 這兩個這種差距喔 是這個差距本身 比你的對手的票還高的 對 差距本身 上次這個蔡其昌的對手 叫林嘉欣 最強蔡農拿4萬多票 那蔡其昌贏了5萬9千多票 是超過一倍 那個林嘉欣拿不到三成的選票 所以對我覺得對蔡碧如來講 如果能夠拿到將近四成以上喔 那就是高標了啦 其實就很好就打得很漂亮 拿得到最次拿得到 那關鍵就在於說 所以我說這兩區不是要逆轉 這兩區基本上就是牽制 再來國民黨上一次江啟臣楊瓊英 江啟臣是國民黨贏最多的 他贏對手3萬多票 這個是穩定區 楊瓊英才贏洪池庸900票 所以這一次理論上 這一次民進黨也 其實也沒有推什麼強棒啦 所以理論上這一區 楊瓊英在他這個重返了立法院 在地方又是盧秀燕執政的狀況下 理論上可以親急過關 理論上是可以的 那所以國民黨這兩席穩住 民進黨兩席保住 好 剩下還有四席啊 接下來四席裡面喔 我按照難易程度 大概目前有兩區是基本上認為 應該藍軍可以翻盤 至少兩區 哪兩區一個就是 顏寬恒對林靜宜 因為不管是對陳柏惟 對林靜宜 那個顏寬恒大概都輸不到1萬票 而這一次基本上 只要這個氛圍轉向 因為尤其有這個 現在民進黨執政的包袱很重 那顏寬恒如果 當然我覺得裡面唯一的變數 就是他的官司的問題 接下來後續他們會怎麼做 不知道 但是基本盤對 顏寬恒是有利的 另外一個選區是 莊靜成這個選區 上次他贏省智慧 五千多票 也是就是你看就是微服的 所以這兩區理論上是 國民黨很容易 藍軍只要這個在野力量集結 就是翻過去的 那莊靜成這個選區 理論上他應該沒有辦法連任 好 再來難度高一點的 是黃國書這個選區 就是說我們剛剛已經講六個了 再來黃國書這個選區 上次黃國書贏了三萬多票 所以也是一個很大的差距 可是因為這一次的是對手 相對來講是江趙國接手來選嘛 而且黃國書發生了那個 廖北亞事件 他被強迫退黨 有很多黃國書基層的支持者 是很不滿的 這個會有情緒 黃國書的支持者其實沒有那麼的鐵綠 他的支持群眾是什麼顏色都有 所以呢他在在地他不是一個 以政治意識形態為主的 這樣的一個候選人 當他在民進黨被迫退選的時候 就有可能引發一些基層的 抗議或是說反彈 那當然就是要看對手是誰 所以呢國民黨 我記得是推這個羅庭偉 那如果羅庭偉年輕 最近好像還有人要抹黑他什麼不孝啊 或什麼的還要被告 結果呢發現原來是民進黨 中央廚房提供的資料 當然我覺得羅庭偉年輕有戰力 所以呢在這場選戰裡面 國民黨在這個選區 我認為就是五五波 這另外一個難度高一點的就是張廖 張廖萬間這個選區 他上次贏國民黨是贏兩萬三千多票 可是這個選區 因為張廖在這邊真的經營得很紮實 他也已經連任了也不止一次 所以這個選區相對來講 這個挑戰的是 我記得是黃建豪是不是 還是我好像記錯了 還是另外一個廖偉翔 廖偉翔 對 那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就會比較辛苦 但是黃國書或張廖的關鍵就在於 在野整合的部分 如果總統沒有辦法合 那立委的部分有沒有辦法 有一些策略 讓在野勢力極大化 我覺得是後續的關鍵 都有可能翻盤的 所以保底至少國民黨可以拿回 我認為至少兩席 就是說4比4 至少是4比4 那如果要再多一起變過半 就是一個絕對的優勢的話 關鍵就在於 在野勢力能不能團結 對抗非率的陣營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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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3年以 June 峰新全校又沒有 老實做 伯仲 不快 有 伯仲 原本